哈囉大家好 我這次收到Servia一個很大很大箱的包裹 那我就來一一跟大家分享我所收到的一些單品 然後這裡面包含了一些飾品配件類 衣服類 然後還有鞋子 那我就趕快來跟大家一一分享 然後會包含試穿然後時代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我很誠實的一些想法這樣子 那麼我們就先從一些飾品配件類開始吧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大容量的肩背包 那麼我的電腦包呢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後背包 那其實我最近覺得一直背後背包感覺還蠻 有一點點孩子氣吧 然後可能跟我就是全身的穿搭也有一點點不大 所以我最近就是開始把我的電腦裝到我的機車包裡面 然後因為機車包其實它本身就很重 然後加上電腦之後就真的變得非常的重 它不能兼背 然後就掛在手機箱子之後就會勒出那個線 然後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些比較能替代的包 那我個子比較小 所以如果背了太大的背包的話 其實會就是比例看起來會有點奇怪吧 然後會覺得身高被包吃掉了 所以我一直在找一個就是大小 就是剛剛好可以裝得進我13吋電腦的背包 那就這個包就是來的真的是正式時候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 這個包的價格呢是1480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便宜的 因為它這個價格的關係 所以就是如果裝像是電腦 或是一些比較重的東西 它就算就算 它目前為止是沒有變形 然後背了一個多月 就算它真的變形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會讓我說太心疼的一個價錢 它除了裝了下電腦之外呢 它還有一些額外的空間可以裝一些小東西 像是我可以再多裝一本書 我的電腦充電器 然後皮夾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這一邊是一個比較偏向灰棕色的 然後它的把手一樣也是做這樣子拼色 裡面是暗紅色 然後外面是深藍色 整體看起來非常俐落 所以我很喜歡它的外型 它裡面所附的有一個小包 也是同一個顏色型 那這個價格呢 理所當然它是人造皮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滑 然後雖然是霧面 但是你看在這邊都有一個光澤感的 這一面雖然是不同色 但是皮質也是一樣這種霧面 然後很有光澤感 摸起來是真的很滑順啦 然後給大家仔細的看一下它的車縫線 縫得很好 完全沒有歪或是起線頭的地方 車縫線是這樣子有點像撞色 然後整個呼應它整個包也是這樣子 撞色拼色的一個感覺 開口的部分有做這個磁吸式的扣子 那我必須老實說我覺得我剛收到的時候 手把子的地方 我覺得有一點點刮手 拿了那個磨指甲的那個磨板 然後稍微把一些就是凸起來 就是一些凸起來的地方 稍微磨掉之後 也沒有就是損壞到外觀 然後這樣子就比較不會磨手 前三天我記得是有一點點味道的 然後我就是把它掛在門把上 然後讓它味道消掉 這對我是一個非常實用 我喜歡它就是喜歡它 就是這種比較簡潤的設計 這個包拌起來的時候是這樣子 有點垂綴感的 然後我記得另外好像還有兩個顏色 然後也是非常好看 那接下來要分享的是這一副 墨綠色的耳環 是不是很可愛 就是還蠻復古 這副耳環我打包去紐約 因為我覺得就是跟我在紐約穿搭非常大 就是這一件上衣啦其實 它耳環這個金屬面 它是做有點像髮絲形狀的金屬紋 墨綠色毛絨面呢 我用到現在並沒有就是掉毛的跡象 所以就是黏的還蠻緊的 唯一一個我覺得小缺點就是 它並不是雙面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戴一戴的時候 就會這樣反過來 然後就變成這一面 這樣銀色面的 我就覺得不是那麼的好看 對這就是我覺得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一副耳環跟我衣櫥裡面的衣服搭配性非常的高 然後再接下來是這一副金屬耳環 那這在我的Metallic的那個妝容裡面有出現過 我覺得它拿起來是有一點點這樣沉甸甸的感覺 就是不是那種 嗯...比較廉價然後很輕 然後拿在手上一點感覺都沒有那種 它也不至於說重到就是會有點把耳垂拉下來的感覺 並不會 我很喜歡它這樣子的設計感 我覺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帥氣 然後一樣也是就是已經一個多月了 並沒有什麼褪色 就是目前為止 並沒有什麼褪色的現象這樣子 接下來是這一個 它是玫瑰金的一個很細很小的耳環 然後它做的就是很像小小柔柔的葉子 然後戴起來還蠻氣質的 然後因為是玫瑰金的顏色 所以又更女人了一點 再接下來呢是這一條細細的手臉 其實我骨架非常的小 我肩膀很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四肢就是不是很細 有點悲哀 我其實還蠻喜歡戴這種很細很細的手環 我覺得特別的顯手腕 就是有纖細感這樣子 然後它是兩條 這邊有一條是金屬的 然後有一條是像山谷辯這樣子的編織紋路 這邊還有個小小胡椰結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然後就是戴在手上真的很 就是看起來手真的很纖細 就是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戴起來是這樣子 嗯 呵呵 接下來項鍊是這個三個箭矢的造型 一樣是玫瑰金我還沒有戴過這樣子 包部分我還有另外一款剛剛忘記介紹到了 那就是這一個 將將 這一個鏈條小方包 所以我覺得它好像有四個還是五個顏色 我選的是古銅 還是這是灰影啊 覺得好像有點色嗎 古銅色吧 等一下鏈條再把它放下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可能會收音收到鏈條 一直這樣吸力速度聲音 這個包的價錢是1820 稍稍貴了一些 但是我覺得它的車線 車的非常的整齊 也沒有任何線條 雖然是就是不是很大 但它並沒有做什麼很多餘的隔間 像是我YSL9紅包 它隔了兩間 所以其實放的東西只能放很扁很小的東西 根本放不到大的東西 但是這個包因為它只有一個隔間 所以我有辦法把我現在正在錄影這台相機 放到這個包裡面 所以使用性上 還補鎖 它的鈕扣呢 是這樣子 展開的 打開給大家看 它是沒有隔間 但是它這邊有個小夾子 拉鍊的 就是可以放一些比較會重吧 是護照之類的東西 它一些比較休閒 也可以搭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 目前我是還沒有把它背出去過啦 就是我一直在找 就是有機會 因為最近實在是太早 還沒什麼出門 然後給大家展示一下它的鏈條 它的鏈條這邊是有兩個把手 煎杯 然後變得很長 然後背到這個位置了 斜背包這樣 那視頻配件類 最後一項就是這一雙 它的皮革的光澤感 還有摸起來是非常好的 它不是那種亮皮 它是霧面光澤皮這樣子 像我這種個宅的女生 其實很忌諱 短靴的靴筒太高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蠻 我覺得還蠻剛好還蠻適合的 重點是我覺得它這個款式 非常的俐落 然後我覺得衣櫥裡面 絕對都不能少了 一雙像這樣子 很俐落很百搭的 黑色短靴 這雙跟 是算還蠻高的 它有八公分 可能是因為它跟比較粗 然後加上它是整個包腳的緣故 所以其實穿起來還算好走 通常在網路上面 買這種裡面可以穿襪子的鞋子的話 我通常都是會拿大半號這樣子 要是真的買稍稍大了 你可以稍微穿 比較厚一點點的襪子 我平常大概穿二三半 但是我腳半比較寬 然後所以這一雙我是拿24號 所以我就大半號 我就這樣穿起來比較舒服 這雙就是穿我一般的襪子就剛好 那這雙鞋子 我就會建議大家 就是都拿大半號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合 只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覺得 穿的第一二次好像 我記得我覺得這個皮 是有點硬的 穿在腳上 話是這樣說 但是它並沒有 它並不是有硬到就是 磨出水泡啊 或是什麼長肩 都沒有更是好走的 然後所以就是當它前面這邊 這些這邊的皮 就是你腳踝這樣子運動 這邊的皮 變得比較軟了之後 會比較舒服 然後這一雙的價格是1390 看這些價錢 我都覺得還蠻便宜的 那反正我就在這裡 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資訊 還有 我的心得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給你們當作參考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斟酌說 這個價錢 以及它的 不管做工啊 外貌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是你覺得划不划算 然後當然也沒有比你買 就是分享給你們知道這樣子 好的 那麼接下來進入衣服類了 我想你們一定很好奇 就是我從影片開始 到現在這麼久 這也是Savir他們家的 這一件我穿去紐約 然後我發在Instagram上面好幾次 然後我的Instagram小盒子就爆炸了 就是真的真的爆炸 大家都對這一件非常的感興趣 給大家仔細看一下 它是絲絨質地的斷帶 然後綁一個蝴蝶結 在林口 然後還有它的花樣 很復古可愛的小碎花 那其實關於碎花 我心裡有個小小的陰影 就是我以前很喜歡穿碎花 但是可能就是不會打吧 然後所以 就是我之前就會被同學 朋友笑說是純骨 因為老是穿碎花 然後所以之後 就很長時間 不敢穿碎花 因為就是 就是怕被笑死純骨 反正它現在我就是 勇敢的擁抱純骨的一面 然後最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件大學T這種Crew Neck 我很喜歡穿這樣子 很舒服的衣服 那這一件其實它非常的保暖 它裡面有做刷絨 刷鋪棉的設計 非常的舒服 這邊還有一點點 就是壓紋的字母設計 我很喜歡就是比較簡單 像這樣子 如果是一整件 什麼都沒有的話 就可能太素了 那這樣子有一點點 這樣壓字母的小設計 就是我還是有在認真打扮喔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我的這一件是駝色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網站 我的顏色好像下架了 現在只剩白色 這一件價格是580 我要分享的是這一件米色的 針織毛衣 它厚度非常的夠 這件價格是1290 所以是稍稍有一點點貴的 這一件我覺得 我的皮膚這麼敏感 穿起來並不會絕刺 剛剛試著在官網上面找 就是它的 衣料的成分 然後還有裡面的那個洗表 然後我都沒有看到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它不會炸 然後它衣場也蠻夠的 然後還有做一個交叉設計 我覺得很可愛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我一個 不能算是開箱 因為畢竟都穿那麼久了 所以這是我一個 還蠻誠實的心得 那不知道會不會被老闆娘殺掉 好啦 那就以上單品分享給大家 其實我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所以就是分享給你們